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大好 欢迎回到三十人力 我是三一 我是三一 那今天这集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即将在11月13号 在UNIQLO发售的PLUSJ系列 这次睽尾的10年PLUSJ系列再次回归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话 欢迎点击右上方链接 哦哇 打广告了 那我们今天这集的重点 会比较专注在传达 跟它的细节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废话不多说 紧接的进入 我们今天的开箱 Let's go 那我们这次跟UNIQLO拿到衣服 我女装都是M的 然后男装都是L的 可想而知 超版的穿无下 所以说全部的穿搭都是用我来穿 好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套穿搭吧 小屁哦 那第一套穿搭使用的是女装的丽领衬衫 那M的尺寸对我来说是比较偏合身一点的 整体的正式感会比较明显 所以说我下面搭配的是一条灰色的宽版的裤子 会增加一点休闲感 那其实整套的穿搭使用在面试上面 我觉得也是很OK的 然后这件有个细节我特别喜欢 是它的袖子的部分 特别的长 我觉得真的感觉超可爱的 有种宫廷袖的感觉 那接下来这件呢是男装宽版衬衫L号 这件其实一目了然的地方呢就是按扣设计 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扣子大约在五分之四的地方就没有了 然后最后一颗扣子它是改于绳子的设计 它感觉像是要凸显它那个下面是可以比较开胎的感觉 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在圆弧心下摆的交界处 它有一个刺袖 上面袖上呢就是PLUJ系列的LOGO 好 那这一次的穿搭 因为是男生的宽版衬衫 所以整体看起来会比较偏幽懒一点 所以我还搭配上裙子让它整个幽懒的效果更加明显 但是为了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的浪 所以说我搭配上它的配件就是那个皮绳的部分 而且皮绳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它可以做蛮多不同的变化 像我这一次就直接有一个侧背 那种鞋绑在身上的感觉 或者是你直接绑在腰上 让它做出一个层次的感觉 让它幽懒的效果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明显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穿搭方法 那刚才说到皮绳啊 就会让我想到前阵子蛮流行的就是鞋带作为配件 我认为皮绳就是有点像是鞋带的进阶版 因为皮绳相当要是它会比较粗 而且也比较长 反正就是它的搭配性可以更多 而且相较会比较正式一点 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单品 推荐给大家 那接下来这件呢是男装的羊毛混防宽版外套 那我们拿的尺寸一样是L号的 我自己觉得这个布料真的是非常厚挺 让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实在 那尺寸如果要我挑的话 我应该会挑2XL 那个宽版的效果才会出来 但这次比较可惜是拿到L号的 所以只有我来穿啰 那我这次的穿搭就是刚刚那一套 再加上西装外套去做搭配 西装外套配上裙子 我觉得算是最近还蛮常见的一套穿搭 因为它彼此可以综合掉 它们比较柔性跟硬性的感觉 就形成一个比较中性的效果 下面一位 好那最后一件就是它们最早曝光的那一件羽绒外套 真的超级喜欢它整体三角形的效果 然后又蓬松又短板 我真的觉得超级可爱的 但我觉得可能部分人会觉得它的领子太大片 可是我自己觉得那领 反着下来会有那种娃娃领的感觉 好那我也要凸显它短板的感觉 就是直接打一条看起来腿很长的裤子去做搭配 这样子有点可爱然后有点腿长 如果不想要那么可爱的效果的话 其实像罗布克那样子把领子立起来的穿搭也是蛮可以的 好那它里面跟外面的布料其实是有点不一样 它里面是一个比较亮面 然后外面会是比较霧面 看起来比较有点质感的感觉 那里面的面料其实就有点像之前 UNIQLO它们出的羽绒外套那种亮面薄薄的面料 真是还好它里面跟外面没有用一样的材质 那今天这节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务必要锁定UNIQLO官网在11月13号正式上架 嗯 那就这样 Ciao